民生物价持续上涨 最近有不少连锁餐厅跟小吃店 都贴出了涨价的公告 政府稽查中上油供应商 发现有五大涨价元凶 我们来看到包括进口牛肉 本土猪肌肉 食用油还有火锅料 虽然业者解释 物价上涨跟疫情 还有物流成本增加 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有没有联合哄台物价的行为 经济部也会进一步的理清 肉肥都比较贵 猪肉都有账 如果120的话变成140 物价上涨走一趟市场 民众心里最有感 而且火锅店素食店最近都喊涨 让政府动起来查物价 初不查出有五大涨价元凶 其中一个就是火锅的好朋友 真的涨蛮多 因为像桂冠就涨了两三成了 然后像基隆的手工脚 也涨了两三成 这波鸡茶从连锁火锅店查起 店家坦言火锅料每年都在涨 去年也是大概120亿 可是今年就到130 然后前年是110 冷冻牛肉送进切片机 同样也是火锅必备 而这些进口牛肉 也是影响成本的因素 有啊 只是葡萄 没有说真的像上面讲的那么夸张 东西现在进来比较少 所以单价就比较高 本土猪肉价格也被查出 涨幅较大 但业者似乎不这么认为 差不多了 上下差一点没有差多少 大概夏天那段时间涨得比较凶 现在进入冬天的话 住价就比较稳定了 五大元凶的名单中 还有本土鸡肉和食用油 中上油供应商被击查 向上溯源追涨价原因 因为原物料也有涨 还有因为疫情的缺工 物流成本也有增加 所以有造成他们成本有一些调涨 到底有没有哄台物价得进一步厘清 民生物价涨涨涨 虽然有稽查作为 但民众心里都清楚 物价早已回不去了 记者人是欧香三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